車來車往的仁愛橋上 工程員搭了梯子 懸掛布條 走到標語 提醒用路人 仁愛橋4月10號起 封閉改建 駕駛記得改到 我們市區的重要橋梁仁愛橋 已經使用了有43年之久 那經過我們的橋梁檢測發現 其實它的梁板都有一些損壞 這個橋必須儘快的來改建 那市府公務處 目前在積極辦理有關 地址鑽探的部分 還有管線事發的部分 這部分都已經確認完成了 接著就是要跟市民朋友宣導 我們在4月10號起 要全段的來封路 那我們現場也樹立了這個帆布 提早的跟市民朋友來預告 希望大家能夠提早來改道 市府公務處會盡最大的努力 如期如期的來完成這項工程 因應仁愛橋的改建 政府提供了替代道路 安樂區的民眾 需改走安樂路 成功一路 再接人五路 中山區的民眾 若從西定路方向來 需改走安一路 孝四路 孝三路 中二路 愛一路 再接人五路 若是從中山一路方向來的 則改走中一路 愛一路 再接人五路 仁愛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節點 所以市民朋友如果你有替代道路 孝二路 中一路 南農路那邊的話 都會提早來改道 當然這個衝擊還是會有 那現場的部分我們在一開始的期間 都會有逆交在現場做指揮跟引導 我希望大家能夠先習慣這個整個交通的一個改道措施 我們會努力的把工程來完成 盡量來縮短工期 此外配合工程交通改道 市公車路線將進行調整 政府公車處從15號起 在城隍廟 光華國宅等公車站牌 貼出了替代站牌的告示 提早通知民眾 有關公車站牌的調整 跟那路線的一個變更 這部分已經都跟公車處有在做積極協調 從今天開始我們會在各站點 有影響到的站位 都會來做告示 那至於路面的標線 標誌的部分 大概預定下禮拜開始 也就能夠提早的來樹立跟預告 也希望這項工程能夠來順利的來完成 市府公共處強調 楊礁橋拆除重建是在必行 但因為未處於交通要道 對交通衝擊在所難免 市府會全力的協調宣導 將對民眾的影響降到最低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道